今天不斷繼續要跟大家分享的算是樂高的贈品 這是樂高專賣店 2800的贈品 然後本人的朋友算是借本人開箱 這是40578三明治販售快餐店 反正就是三明治商店 那我個人是很喜歡這一個外送員 那不廢話直接給大家看內容物 盒子是這樣子啊那內容物是這樣子 它本身我覺得最可惜一點就是 它的三明治的部分是用貼紙來呈現的 它貼紙就是販售區的這個部分 這兩個部分是用貼紙啊 然後外送員的這一個後面這一個外送箱 它也是用貼紙 我個人覺得這很可惜啊 如果它是用硬製的話 我覺得這組價值就非常非常高啊 那先介紹人偶啊 人偶部分就是分別是外送員 然後它手上還蠻有趣 它手上拿的好像就是一個手機啊 然後看起來是在放音樂 某種音樂 但說真的我不確定它那是什麼手機啊 前面的頭頭是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單面頭 我一直以為它是雙面頭 然後看起來是個短髮的女生啊 蠻俏麗的 後面塗裝這樣子 前面塗裝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外送員 外送員部分我就覺得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有這個外送箱啊 內容就是兩個看起來不怎麼好吃的樂高三明治啊 然後 然後 好緊 把頭拔掉 前面的身體是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頭 一樣是單面頭啊 然後有戴一個防風眼鏡啊 還不錯 然後這個 它就是用我們一般用的那種 我們講的寶箱的零件去做改造 然後 有附這個啊 這個也還算蠻普通的啊 但我個人是很喜歡 這個這一組這樣子的感覺啊 可惜就是 它都用印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不要 就是用印製的不要用貼紙啊 雖然用貼紙 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就是 用久 我也覺得有點 弱啊 把頭塞回去 然後帽子是不錯啊 是那種我們講的那種 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用的那種帽子啊 然後綠色腳踏車 然後前面這個取餐坡道感覺 有點像那種 F1賽車騎上去 立刻就改了 啊 給大家看 房子本身啊 房子本身 不是 呃 販賣商店本身啊 上面有一個三明治的造型 說真的我覺得三明治造型蠻薄弱的 這裡夾了一根頭髮欸 欸為什麼裡面夾了一根 頭髮啊 後面是這樣子啊 然後裡面這邊 注意看這邊放了一杯咖啡 這邊有個咖啡淋醬 然後這邊有一份三明治啊 不知道誰吃剩的還怎樣 然後這邊有兩個醬料罐啊 看起來就是 芥末醬跟番茄醬 那因為它沒有貼貼紙的情況下 其實還蠻素的 然後這邊 窗戶這個是可以往上掀的啦 那因為沒有貼紙 看起來蠻素的 這是4057吧 售價台灣大概是300多塊 不到 算是蠻便宜 因為還買 我看蠻多人 可能就是為了 為了其他東西去買的吧 因為我看網路有300多塊 我看有社團又有人在丟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去購買啊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啊